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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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那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地理环境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荧幕上的这个红圈 左手边的这条大路就是台二线 那我们可以在新港街这个地方 有一家全家便利商店 转进来之后呢 接着到仁义街 接着你沿着左边的草丛区 你会看到一处缺口 它的路呢不是很好 但是从这边进来就对了 那现在的时间是下午 大概两点左右 今天大概五点涨满 上面的位置就是停车的区域 OK 经过了一年 这边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年没有来 哎呦 差点跌倒 这边的视野比较清楚 左边是澳嶼渝港 那之前来这边呢是有朋友带我来釣花枝 卵石 当然我一直也没钓到过 那在这边我钓到过几只那个金锁 六十几公分 所以今天来这边玩玩看哦 好 如果呢你看了我刚才的装备介绍 应该也不难发现 其实我真的没有钓过花软的一个太多经验 那我使用的呢是弹泡杆 也不是真正的木虾杆 我的额呢就是想要甩远 所以我都买4.5的居多 因为感觉丢的远 比较有机会吧 所以本人的经验值非常非常的少 那如果你是想要学习怎么钓木虾的话 这部片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你 我只是单纯的介绍奥迪这个钓点 把我这次钓花软的经验 分享给各位而已 好 那现在已经抵达了最外面的堤防 从影片上可以看到 堤防外或者是堤防内 都有人做钓 那他们多办很多的是生耳课 然后也有钓海藻类的 野园也有钓木虾 还有铁板米诺什么都可以 这里钓好了 很久没有来这边 这边有什么好汁 但是由于这边也不深啊 所以还蛮容易挖底 由于今天的风很大 所以收录起来就会有蛮多的风噪声 那我先把现场的音量调小一点 好的 那经由网路上面的一个了解 奥迪渔港呢 事实上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然后大约在民伯60年慢慢慢慢的增见 那奥迪渔港的港内的水深大约是大概四公尺以内 那我们这边做钓的地方 我觉得五六公尺差不多吧 有满潮跟退潮的一个情况 所以也不是太深也不是太深 跳底呢是一个钓铁板啊 或者是钓木虾的一个方法 就要适时的一个掌握深度 要不然是蛮容易挂底的 因为这边呢 海底的地质多为是岩石 很少沙子 挂底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一个状态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地形的原因 所以适合花枝卵石触摸多长 那这个如果有高手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分享给我知道 让我也增上一些知识 我之前有来过一次就是在左边肉粽往外抛 那今天因为能站的位置 都滿了,所以就選擇往裡面泡 大哥你們是釣手嗎? 這種是釣什麼? 釣手 我剛才釣掉了,什麼都不是很懂的 我算是擠掉了,好像是藻類的 所以很差的 最後要打ASA吧 不用 就是用 也是要用那個 藻這樣子 跟那個什麼南雞蝦蝦龍那個 不是我說意思啦,也是要這樣子釣 黑白毛 黑白毛 因為我只知道我父親以前 看他來什麼 看他來什麼 二不副代替 由於今天吹的是東北風 所以站在綠燈塔這邊 往港內泡算是順風 帶一點側風 會比較好泡頭 這一點小資訊也提供給想要來的人 可以參考 對 丟啊 中了中了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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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希望不要掉 衝了三瓶第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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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瓶第一隻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衝了三瓶第一隻 糟糕沒有帶 看來也只能繼續用它 哇 衝了三瓶第一隻 第一隻開湖 雖然好像沒有人這樣用 但是不管 它到底哪裡可以讓人穿得過呢 這隻開湖 嘿 嘿 嘿 你太力 哈哈 上條道 對啊 嘿 嘿嘿嘿 你現在放下去,不會跑掉嗎? 我不知道,沒有帶袋子,所以我只能這樣子 我怕你一直放下去 可是這樣高則會跑掉喔? 會,你直接放冰箱 我怕你一直放冰箱 是喔? 可是這樣冰箱我沒有辦法放那麼久,不是? 沒關係,其實還好啊 你不要掉很久的話是還好 沒關係 試試看好了,沒關係 由於我沒有帶到冰箱 因為你知道 常常你沒有準備的時候 就是會種魚的時候 然後往往你什麼都準備俱全了 一切就只等魚的到來 這時候 通常就是打歸一整天 所以我只好拿出火魚扣 嘗試用這樣的方式 讓這隻卵絲可以活久一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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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好嗎? 對 明天晚上 我禁止這股子 壁起這股子 喊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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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片釣到的第一隻 真的沒有想到是掛底 不然我還以為我連續重量感真是運氣爆棚 但是事實證明技術還不到位 然後水底可能也沒有這麼多畫質軟絲吧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也蠻容易掛底的話呢 這邊分享一個掛底如何把線拉斷的一個方法 因為就是有看過有些人會捏住線背 然後去定層斷 那聽一些前輩的講法 是這樣子很容易傷到線背的那個環 所以我多半都是用手腕去把線在手臂上面做纏繞 然後再把桿子伸直 用身體後退的力量去把線繃斷 一般來說只要你PE線跟前導線的耗住配置的好 然後你的線結比如說FGG也打得好的話 通常都會斷在前導線就是綁八字環 然後或者是綁在鐵板鉤的線結束 這樣子你把線收回來之後 很快的就可以再重新綁上新的鉤子 或者是新的木下繼續做掉 可惜可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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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哇 好 你好 好 可以 很落敷 這是 就這樣 桿子壞了 也沒得玩下去 我的這趟奧迪釣遊 有喜有悲 那也算是開服了啦 釣到第一隻軟絲 好 我要回去修桿子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其他 количе食物 照顧不著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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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